是的 国内确诊病例激增 儿童病例也呈直线攀升的趋势 情况令人担忧 不成医院专科医生拉菲达透露 不成医院原本用来收治成人患者的家户病房 如今改做儿童家户病房 而且已经人满为患 拉菲达昨晚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 附上一张图表 显示从今年1月开始 公立医院的儿童病患住院率 只见第三阶段以上的重症人数大幅增加 呼吁家长尽快为孩子安排接种疫苗 保护儿童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初到2月中旬 国内有50,826名12岁以下的孩童软病 其中152人属于重症患者